主的受苦能够使睡卧的教会受感动吗 五章三节新娘就是教会回答说 我们说这个新娘当然只是教会 但也指着一个原本很有追求的 她已经有内跟主有一种类似的经历 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追求像这位新娘这样 能够跟主有内似的经历 所以当我们说基督跟教会的内似经历 跟夫妇的内似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说基督跟教会的内似经历 就是真正的跟基督有亲密的关系 这个内似我再说一次 这内似不一定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个灵修 一个暗示的灵修 一个类似的灵修 不一定 有内似的经历的话 我们可以在很多人的地方 我们仍然可以跟主单独的 有那种交通 那种团契 所以在一个活动的中心里面 我们可以静静坐在一旁读圣经 默想或者祷告 这公交车上 车的声音 人的声音 这些声音都被挡 我们都把它挡在内室外面 我们单独能够跟主有交通 所以这位真的是有追求 他有内似的经历 他回答说 我脱了衣裳 怎么能再穿上呢 我洗了脚 怎么能再玷污呢 这是什么 主说起来是奉 可是我脱了衣裳 我洗了脚 这些都是借口 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借口 来逃避我们的责任 主的称赞 称呼 我的妹子 我的这个叫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这是主的声音 还有主受苦的那一幕 都无动于衷 所以我们可以说 她真的是到了 真的是一个 即使看到主受苦的一幕 想起主受苦的一幕 她也不能够再叫她感动起来 一直到了第四节 我们读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 我便因她动了心 我们看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 伸出手来 就叫软弱人的心动了 这只手肯定是 不是平凡的 在圣经里面 有好多次 这个手出现 巴比伦王公墙上 一只手出现了 然后写着一些字 巴比伦王的时间 已经定下了 那是审判的手 现在这只手 是那只审判的手呢 还是那一只 有钉痕的手 有一首诗 他说我明明看见 诗人说 我明明看见 主手掌上的钉痕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讲他真正的体会到 主为他死 我们看五章五节 我起来 要给我良人开门 我起来 要给我良人开门 这个人起来了 这只手发生了作用 他本来是我伸衰卧 我身随卧 I sleeping 本来是我已经脱了衣上 我已经脱了衣上 怎么能再穿上呢 I have put off my coat how shall I put it on 我洗了脚 怎么能再玷污呢 I have washed my feet how shall I defile them 但这个手竟然能叫他 这根起来要给他的良人开门 这是手 一定是非凡的手 到底是什么手呢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接下去的第五节 Move on Chapter Vers 5 我的两手 他说 我的两手 递下 末药 And my hands drop with mold 我的指头 有末药汁 递在门栓上 And my fingers with sweet-smelling move 末药 我们说解释为死 move we explain as dead 末药汁 就应该解释 为血 And smell the sweet-smelling move is blood 所以他看到的 这一只手 应该是 审判的手 还是丁衡的手 Therefore the hand that she saw is it a hand of judgment or a hand of there is a suffering and pierce 我想大家都有答案 We all have an answer 这是主被 定死的一幕 呈现出来 And this is the scenario a scene of crucifixion of the Lord 那只手 是丁衡的手 And the hand is a near pierced hand 这个人的 手递下末药 指头有末药汁 And this person the hand is a drop we move and finger sweet 我的两手 递下末药 我的指头 有末药汁 递在门栓上 My hands drop with mold and my fingers with sweet smelling mold 你说应该怎么解释 How do you explain 其实这个解释 要说也是很简单 Actually it's simple 因为主的血 主的血 主的死 已经 到了她身上了 Because the death of the Lord the blood of the Lord is on her 也就是说 事实上 她已经得到救赎 而且与主同死 所以手上有末药汁 所以十字架的一幕 出现在她眼前 那只钉横的手 从门口伸进来 许多人 因为主十字架的那一幕 受感动 所以这个人也是 特别是当她 当她说 我的两手地下末药 我的指头有末药汁 地在门栓上 Especially when she says My hands drop with mold My fingers with sweet smelling mold 她立刻想起 她是蒙恩 蒙救赎的一个人 Immediately she recalled 我们原本是罪人 罪人有什么用呢 罪人除了犯罪以外 还能做什么 然而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 他真正蒙恩得救的话 他会想到 他原本是 原本就是只会犯罪 但她曾经 生命曾经高峰过 这时候在低谷 这一幕让她回想 她是 蒙恩得救的人 她是主要 中价买来的 这一幕感动了她 重新感动了她 于是她说 她说什么 五章六节 我给我的良人一起读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 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 她说话的时候 我神不守舍 我寻找她 竟寻不见 我呼叫她 她却不回答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 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 什么意思啊 机会流失了 机会流失了 一直以来 许多的机会 在我们的眼前流失了 你是不是想想过去 应该有许多的机会 在我们的眼前流失了 传福音的机会 这个邻居我要向他传福音 你已经心智 好多次要传福音 一定有一天我要跟他传 可是 消息来了 昨晚他死了 机会流失了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师奉主的机会流失了 为什么今天你在教会里面 10年前你在哪里 很多时候流失了 我们追求生命的长进 的机会流失了 有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这样想 如果30年前 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那就太好了 但是想一想 30年前的确也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机会流失了 所以 给我的良人开门 我的良人已经转身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神不守舍 你是想起他曾对我说话 何等动听 何等的安慰 是不是 主说很多的话 小子啊 你们有吃的 没有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预备了就必来再接你们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你们在哪里 去传福音 我要跟你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必保守我的羊 没有人肯我 可以从我的手中 把他们夺去 何等动听 何等安慰 and how comforting 充满了恩典 full of grace 这些话充满了爱 such words 充满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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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魂不守舍 that people will become also become besides themselves 对 使人魂不守舍 that you become besides yourself 当我们说到主的话的时候 when we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真的是魂不守舍 indeed we lose ourselves 但是机会流失了 啊 opportunities lost 所以呢 机会流失 when you lose opportunity 怎么办 我寻找他 竟寻不见 我呼叫他 他却没有回答 这次真的是流失了 怎么办 五章七节 城中巡逻 看守的人遇见我 打了我 伤了我 看守城墙的人 夺去我的疲倦 The watchmen that went about the city found me They smirked me They wounded me The keepers of the water took away my veil from me 我们说城中 指着什么 前面的圣经 城中指着什么 And the watchmen refers to 大家没有复习啊 城中 是指着教会 And they refers to the church 城中巡逻 看守的人 是指着谁啊 City refers to the church The watchmen refers to 大家没有复习 教会的带领人 Leaders of the church 所以城中巡逻 看守的人 就是指着教会 跟教会的带领人 对他来说 机会流失了 我到城中去 我要来到教会 这样重新 再跟他 再续前面的关系 再来参与事奉 可是 城中巡逻的人 看一见我 打了我 伤了我 什么意思 却被带领的人呢 当我们说 打了伤了 被带领的人 责备一番 我们这样解释的 那你们 一个牧师 多少时候 我们安排你 你都不来 安排你 你侍奉 你都不来 当我打电话 多少次 你都不来 常常 我们会面对 这样的一些 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他们要参与事奉 所以他被打 被打 被伤害 就是说 他受到了责备 这里说 并夺 看守城墙的人 夺去我的披菌 披菌是什么 遮住身体 这个人有许多的借口 所以披菌就是借口 遮盖着 不愿生命成长的 那个借口 不愿生命成长 有许多的借口 他夺去我的披菌 他就是揭发我 各式各样的借口 对 很多借口 所以你在教会 事奉的时候 你都会知道 很多人有许多的借口 很多时候呢 他不愿来教会 可能跟教会当中 有一些人有过节 他不来 有这样那样的 我们常常面对这些 谁一封信来了 我要离开了教 我要离开教会了 甚至本身是带领人 也是一封信来以后 就头也不回就走了 那么给的 都是不成为理由的理由 这个人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所以城中的带领人 他自备他 所以他转向谁呢 第八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我嘱咐你们 若遇见我的良人 要告诉他 我因施爱成病 他转向弟兄姐妹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我们说众女子 就是指教会的众人 所以你在复习的时候 你要弄清楚 这些人物的关系 有新郎指着基督 有新郎指着信徒当中 那一位最愿意追求 跟主有亲密关系的 还有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就是教会的众人 所以他转向弟兄姐妹 请众人转告 我的良人 常常我们就请弟兄姐妹 为我们带祷了 转告我的良人 向弟兄姐妹说 你为我祷告 因为我施爱成病了 我因施爱成病 我们在讲施爱 想主的爱 何以会成病呢 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了 当爱主不正确的时候 施奉主不正确的时候 都会多生毛病 施爱成病 当你把主当着一个 让你能够 能够在事业上 在人生的道路上 飞黄成达 结果你很热心地爱主 三两年过去了 你还是老样子 结果你施爱成病 当你的目的是 主是好医生 我来找他 要医我的病 一年半在过去后 我的病越来越沉重 我开始的时候 非常地新 结果呢 主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所以施爱成病 当爱主不正确 施奉主不正确 都会施爱成病 许多人看见牧师 驾车 然后呢 在讲台上讲道 很好啊 很荣耀啊 牧师一起 看看他们几个同工 在喝咖啡聊天 很快乐啊 他们也要想说 牧师啊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当然我们很欢迎 他们跟我们一起的 我们也真的是很欢迎 我们就请他 一起来参与师奉 几次以后呢 原来 中午进去马来西亚讲道 晚上要两点才回到家 原来我们只看到 他们吃鸡腿 没有看到他们饿肚子 然后我们看到 他们坐汽车 没有看到他们 拿着拐杖 一步一步地走路 学过怎么样呢 不行了 很多时候他们以为 哇 这些讲义出版了 哇 他可以来帮忙 来做 蛮有荣耀 原来工作这么困难 而且这么紧张 礼拜一晚上 一定要出好 礼拜三晚上 一定要把这个讲义出来 所以不行 施爱成病 所以施访主不正确 爱主不正确 都会施爱成病 请告诉他 我因施爱成病 教会众人怎么回答 五章九节 耶路撒尔人说了 你在女子中 极美丽的 你的良人 比别人的良人 有何强处 前面他说 若遇见我的良人 要告诉他 我因施爱成病 两次他问 你的良人 比别人的良人 有何强处 你这样的吩咐我们 要我们转告他 我们都知道 主跟每一个人 都是等距离的 主绝对没有差异化 对我特别好 对你不好 主绝对没有差异化 人就不一样了 主是绝对不会像的 不过当一个人 跟主有真正的爱的时候 但我们跟主 真正的爱的关系 我们似乎就会感觉到 主跟我们更亲密一点 因为一个爱主的人 才能够真正 能够欣赏主的爱 所以这个是 我们跟主亲密 主跟我们近 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主观的 主观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个生命高峰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跟主很亲近 这个时候 这些人就问 你的良人 跟我们的良人 有什么不同 比别人的良人 有何强处 其实良人是一位 所以可见 这个时候 这个人 其实他已经 跟主有疏远了 他曾经的生命 达到一个高峰 北风啊 兴起 南风啊 催来 北风也好 南风也好 都能够把他 原装的香气 吹出来 无论顺境 逆境 他都能够 发出美好的见证 所以他感觉到 他跟这个良人的 关系是最好的 现在他问 是这些人问 教会众人问 你的良人 跟我们的良人 你的良人 有什么强处 你良人比别人 有何强处 他就介绍了 五章十节 这个新娘这样回答 超乎万人 他最美好 是不是 好些诗歌 很多诗歌 都有这样写 万人中 他最美好 他是白而且红 这是一个良人 这是一个对良人 一个对良人 对主 的一个总体的描述 十一节以后 就有详细的描述 这个整体的描述是 他白而且红 这是良人的形象 白而且红 这个是良人的气概 气概 白而且红 很有气概 对 气概 不是气概 不是良人的气概 还有 这是良人的风范 所以形象 气概风范 白而且红 我们也甚至盼望 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能男女女 我们都有良人的形象 良人的气概 良人的风范 换句话说 这位回答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问题 你的良人 你这良人有何强处 当然是 他有神的形象 他有基督的气概 他有救主的风范 他有仙人的气概 他有先知的气概 他有国王的风范 白而且红 就是一个总体的描述 那么到了十一到十六节 就是一个详细的描述 五章十一节大家一起读 他的头发 好像至今的金子 他的头发 后蜜 黑锤 垂垂 黑如乌鸦 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看至今的金子 金子是什么 金子就是尊贵 所以金子 常常我们说 上帝的道 是尊贵的 而且是不变的 所以耶稣基督 是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不改变的 所以金子 尊贵 不变 头发我们也试过了 头发就是能力 乌黑的头发呢 暗黑的头发 表示无穷的能力 无所不能 所以这句话说 他的头像至今的金子 他是非常尊贵的 他是不变的 他是不变的 他蛮有能力 他蛮有能力 他也就是他无所不能 这是五章十一节 五章十二节 他的眼如溪水旁 一起读 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 用来洗净 安得何事 溪水旁的鸽子眼 我们已经说 鸽子看东西很专注 很专一 所以他的眼呢 你看得专一 用来洗净 看得清楚 你问为什么这么解 我告诉你 每一个灵异 每一个解雅各灵异的人 他们各有不同的解法 我们已经说过了 在递课的时候 我们就讲了 甚至有人同样事情 解出来这是矛盾的 所以是完全相反的 根据我们说 用来洗净 就是非常清楚 安得何事 这个眼很合适 所以就看得准确 如果这个眼安得不合适 他看得不准确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样的来解释 所以五章十一节 就表示他的无所不能 他的头发乌黑磊垂 就是他的头发 他非常多 有无穷的能力 五章十一节 他的眼睛这么清楚 就是无所不知 这是无所不知 这就是灵异解经 我的良人 他白而且红 这是总体的描述 详细的描述 他蛮有能力 他无所不能 他无所不知 五章十三 他的两腮 如香花棋 如香草苔 香花棋 香花棋就是在地上 有一堆土 成为一个 栽种植物的地方 单单种的是香花 香草苔 是比较高的部分 也是种香草的地方 那怎么解释呢 他无论是在高位 在低位 是香花棋 在高位 是香草苔 是香草苔在高位 是香花棋在低位 我们说香就是见证 都能够放香 这个就是 这就是我的良人 他的嘴唇五章十三 他的嘴唇像百合花 且地下墨药汁 我们说百合花 象征代表圣洁跟尊贵 已经讲过了 莫药汁代表死 代表血 当然也代表救赎 他的嘴唇 就是他的口 传出什么 像百合花 就是传出圣洁尊贵的道 且地下墨药汁 就是传出了救赎的道 所以救赎的道 就是救赎我们的灵魂 圣洁的道 就是引导我们走异路 他的嘴唇像百合花 且地下墨药汁 这是他在讲 白而且红之后 的详细的描述 他的头是金子 就是他是尊贵的 不变的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因为他的眼像鸽子眼 然后呢 他的这个 他 他这个 好像两腮颅 两腮就是两边的脸颊 好像香花 香草台 无论在哪一个地位上 他都能够 摆出见证 当他来到最 最糟糕的时候 在十字架上 他摆出了爱的见证 父皇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 爱敌人 今日我要跟你 同在乐园里面了 这是爱罪人 母亲看你的儿子 这是爱亲人 在最悲惨 最糟糕的十字架上 他摆出了爱的见证 不但爱亲人 爱罪人 他连敌人都爱 这是香草旗 当然 在他居高位的时候 他也一样能够摆出见证 这就是我的良人的形象 这就是这个印象 我的爱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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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us pray